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中共三中全会只会出现一种可能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向松作 大陆房价还会继续下跌 我们在信息减防 失去中国市场 三星竟还是第一 美国一旦使出这个杀气 中共官员们的死期就近了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美国时间5月6号星期一 请大家多多支持独立媒体 欢迎您订阅 点赞及转发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三中全会只会出现一种可能 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宣布在7月召开 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世泽 在自由亚洲电台5月3日撰文说 这一是北京大屠杀以来 首次夏季召开会议 非比寻常 中国经济往何处去都必须要解决 美国开始对原额中国企业大开杀戒 做出广泛制裁 随时波及金融系统 而五一黄金周全无起色可言 经济问题必须要做出妥善解决 否则习近平的统治会出现问题 有指习近平打算发展长三角 放弃珠三角 黄世泽说 当然曾几何时是改革开放及先锋的珠三角地区 搞到名声凋谢 香港被搞到变金融中心遗址 习近平应负很大责任 如果香港人以为大湾区有所作为 恐怕只会变一场梦 因此 三中全会要有成果 习近平必须愿意面对问题 但习近平要面对问题的话 很大机会要落台 毕竟他并没有毛泽东马上打天下的威望 足以让他保留在中共的位置和权利 晚所谓退居二线 习近平只会退无可退 因此 三中全会不会在经济方面有任何成果 相反 只会出现新一轮的政治清洗 甚至真的硬把盆利源捧上去 当初毛泽东让江青大搞文革 成为四人帮之首 也是巩固权力的必须 江青作为毛泽东枕边人 一定比邓小平 刘少奇这些连血缘关系 都没有的家伙可信 习近平不面对问题的情况下 所谓搞经济的深化改革只是虚的 要搞经济也犯不着要来个夏季中全会 毕竟这有违一贯惯礼 看来习近平搞实的 仍是巩固权力 而且毛泽东那种家天下事巩固权力 如果有朝一日 连习民泽都晋升政治局委员 就算候补委员也不奇怪 三中全会随时是中共国走向金氏王朝化的开始 看来中共国这个西朝鲜的绰号 已经变成了恐怖的政治预言多一点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向松作 大陆房价还会继续下跌 经济学家 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院长向松作4月底表示 房价未来还会继续下跌 首先 投资需求下降 未来通过买房理财的人会越来越少 其次 近几年房地产的销售主要来自刚需 这也是未来人们买房子的主要需求 但它不足以支撑房价继续上涨 还有 很多人在追涨杀跌的心理下 希望把房子变现 房价越是下跌 他们越是想卖 网民澳亚旅业集团表示 房地产没有科技含量 一键完使用期70年 人口出身率每年下降 老年社会已经显现 房地产永远执掌不跌 都是投机客在玩的把戏 2025年 2026年 2027年是房地产内卷最严重的时候 开发商镇的钱要吐出来大半 虽然中共各地方政府不断推出刺激楼市的政策 希望刺激民众买房 以带动房地产复苏 但是大陆经济下滑 人们收入减少 导致民众消费降级 导致房地产成交量下滑 新房库存增加 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数据显示 截止2024年2月 大陆重点监测的30个城市中 超8成以上城市 商品住宅去化周期 超过18个月警戒线 去化压力明显增加 其中 长春 珠海 东莞商品住宅 去化周期均超过40个月 库存还会维持在高位 我们在信息检防 失去中国市场 三星 三星进海市第一 如果要你给苹果 华为 小米 传音 三星 五家手机厂商 进行销量排名 你认为谁会是全球第一 公众号深水研究发文说 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苹果 另外有一小部分可能会选择华为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三星 上个月 一度被苹果夺去了全球手机消贯位置 但三月 它又重新回到了王座 不仅如此 在过去十年时间里 三星的手机销量 几乎一直是稳坐全球第一王座 而且 三星最新的成绩单也非常漂亮 三星电子 第一季度的利润暴增931% 达到了6.6万亿韩元 2022年之前 三星还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全球销贯 虽然这两年 英特尔和英伟达追上来了 但三星依然保持了全球第三的位置 而且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三星提出了两到三年内 重新夺回全球芯片市场第一的目标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一众厂商还在因为芯片焦虑时 三星早就真正实现遥遥领先了 三星是一个业务遍布全球的综合性企业巨头 其业务板块涵盖了电子、重工、化学、金融等多个领域 在电子领域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消费电子业务之外 三星还在半导体领域占据重要位置 其存储芯片和处理器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其显示屏业务也领先多年 最新数据显示 三星已经连续15年在全球数字标牌市场排名第一 如今的三星可以说几乎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 手机三大件、CPU、存储器和OLED面板 后两项三星都是全球第一 芯片代工全球第二 在任正非都开始叫停华为 使用遥遥领先标签时 我们或许是时候重估这个 已经快要被我们忘却的品牌了 三星在中国市场以外 所持续取得的巨大成功 再一次证明了一件事 不要轻易让一个品牌滚出中国 三星的存在不仅证明 没有我们引以为豪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人家依然可以是全球第一 而且它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醒 当那些消失在我们视野的公司 却依然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增长 我们事实上已经被困在 井底之蛙的信息检房里了 美国一旦使出这个杀器 中共官员们的死期就静了 布林肯访华时撂下狠话 说中共如果在原额问题上不采取行动 美国将采取行动 这句话话中有骨 是美国近期最强硬的一次表态 旅居加拿大香港资深出版人 严纯沟日前发文说 但是布林肯回去以后 美国宣布对全球200多家公司机构实施制裁 包括二十几家中资机构 其中并没有事先张扬的金融机构 也就是说 美国这一次对中共的制裁 基本上还是雷声大 雨点小 其实美国手上有很多好牌 制裁银行是一 公布贪官在美资产是二 美台建交是三 三招都是大招 中共一定肯无落 其中最容易做又成本最低的 就是公布中共贪官在美的资产 美国是民主国家 是全世界黑暗势力的死地 美国没有理由帮助中共贪官 隐藏贪污所得 帮助他们写黑钱 一旦揭露贪官黑户口的巨额资产 中共政权就会从内部动摇 庞大的官僚机器会瓦解 中国人民会进一步认清中共本质 也会引发高官内部分赃不均的出语 在客观上 这是打击中共政权的有力武器 设想一下 若先公布一批低级官员的私产 如公安局局长 医院院长 村书记 国企负责人等等 这件事一做 等于递刀子逼习近平 对基层官员下手诉贪 贪官人数众多 一整就要杀一大批 与此同时 省市一级的官员就知死期尽了 中央一级的高官们 也会惶惶不可终日 您的鼓励是我们前进的力量 万分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 无私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 会增强这个视频的传播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